進行對決 取球來了 空手抓到 這樣沒抓到 好 給的非常好 德寶拉 一個尷尬的位置 來不及了 Everybody's safe 哇 又來考驗德寶拉 對 德寶拉下球撿球絕對來不及 只能夠王振順 但力道又控制得太好了 內野安達 這是安達 對 這是內野安達 基本上他最後力道消失就停在這裡 他一拿就知道 王振順第一時間 一陣上連拿兩個好球數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有點尷尬 德寶拉下來了 安達 兩名跑者一溜硬的就回來了 看這個幸運安達只會帶給身後尾之後 滿累打擊的信心 對 這跟手背布陣有直接關係 守得很淺 所以剛剛這個弱點 沒有手背機會 可像不像許濟鴻今天打左半邊的那隻敲打 也是打在內外野手之間 你看 因為縮小了防守圈 所以內野跟外野中間的空檔就非常的大 對 點高了起來 在界外區 沒有接到 手套有機會 但是呢 高宇傑 跑了很長的一段距離 所以沒有接到 真的叫四番去點 有機會接喔 但沒接近手套 范國城這個動作 會不會是自己想點 他有一點突襲短打的動作出現了 今天是三個打樹沒有安打 打反方向在界外 又是連拿兩個好球數 來吧 李正昌上來直球狀況不錯 嗯 國城在生涯打 李正昌呢 是一成七六的生涯對戰打擊力 這時候會注意外角這顆滑球 但是 其實吃到了比較多的好球袋耶 對 很進好球袋裡面 這顆一四五的訴求 這顆一四五的訴求 他就是切勢 陳舞 哇 聽起來 還要獲得 比 Hoe強 他輸球 摸球 打球 這個失誤 這個傳球 這半局狀況真的不少 德寶拉開了一個劇場 接著手臂又出軸了 完全被破壞 只靠球棒的控制 但這一顆是擊中球星 整顆擊中 這個傳球出現問題 對 贈送了你的傳球 又是一站打 這一站打會有兩名跑者衝回來 不可思議 得點圈在這一局是爆炸的得分 真的攻下了第十分了 攻是全部都掌握住了 對 吃到了比較多的好球袋 馬上被狙擊 這顆訴求是唯一一個 在這個打擊的唯一顆好球 對 就被掌握住了 唯一的一顆進入到好球 在這個打擊中